都是归佛的 这个深意要懂 否则你学佛 你到哪里学 你的三归宜到底归的什么 我想我们把三位菩萨经文讲完之后 把里面的经义纵合起来 我们做一个专题来讲这个归宜三宝 这个意义就比我以前讲的那个归宜 更深刻 更圆满 这个步入华言境界的时候 这种究竟圆满 确确实实达不到 那么这个五门 五门融合起来 是一桩丝 一届是五届是一 你要有分别执着 这就变成五门 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这就变成一门 正是一节十多多节十一 也都不二 这就是无障碍的发解 从无障碍 这一展开就是无尽的发解 从这个地方 纵然我们不能见信 我们也能稍稍领会得 少分了 多分不敢讲 少分是可以能体会得了 而这个少分的体会 对我们这一生来讲 受用无穷 这是真实智慧 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这个决定能帮上大忙 所以华严谨不能不细讲 不能不认真地去探讨 这是说明我们在学佛上 遇到种种的障碍 发生种种的偏见过失 在华严都能得到圆满的结局 这是这部大经的 无比殊胜之处 好了 你们没有问题 时间到了 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